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预计明日将在高雄举行经济起飞,高雄启航座谈会,聚焦投资高雄,工总最高顾问,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今晚先邀请高雄市长韩国瑜与工总代表在汉莱饭店聚餐,由于正值总统党内初选关键时期,两人会面格外引人瞩目,且正值议会开议,韩国瑜向议会请假,晚间七十许值奔饭店, 但看到守候多时媒体竟刻意掉头离去,另走地下室停车场进入晚宴现场,晚间九十许会面结束也从地下室离去,全程保持低调,都未受访,倒是提前抵达饭店的王金平,面对媒体询问,是与韩瑜国碰面吗? 他会说,是因明天工总高雄座谈,先把韩国瑜找来与代表碰面,先了解高雄投资情形,王金平说,他还未和韩国瑜谈选举的事,但媒体追问两人碰面会寻求韩支持吗? 王金平说,他不便主动谈选举,若韩有提他才会讲,王金平强调,在韩国瑜去年选举过程中他尽力协助,希望韩国瑜任内能完成他所提政见, 除了拼庶民经济,更要拼产业经济,王说,他担任商总名誉理事长,工总最高顾问,所以今年1月已安排商总来高雄座谈,商总承诺投资高雄1000亿元,至于工总理事长王文渊也找来200位企业家来高雄,累计投资1598亿元,他会协助高雄,帮助韩国瑜拼经济,至于韩国瑜今下午被媒体问到晚间聚会要和王金平, 及工总碰面时说,他是主人理应到场,但因今下午登记直询议员近40人,全部完成恐要到深夜实施过后,原本还说恐无法到场,后在议长许昆源协调下,藏民进党议员先完成直询后,韩向议会请假才得以与会,目前议会仍有国民党议员直询中,晚间议程还未结束,周昭平,高雄报道王金平今天白天拜访屏东, 晚间找韩国瑜与工总代表碰面,先了解高雄投资情形,他说,还未和韩国瑜谈选举的事,陈鸿明社工总最高顾问,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今晚邀请高雄市长韩国瑜与工总代表在汉莱饭店聚餐,过程保密到家,细者不得其门而入,周昭平设抢当好评 有1会员快注册免收费,不注册会后悔,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tw.adai.ly斜杠ml924upcsu 关键自韩国瑜王金平总统下载苹果新闻网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